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012集由于阳为您播讲 不过韩刚可从来没有打算为旧党的主张张牧 更不会认同文彦博等人的政治观点 他举起的旗帜是气学 以气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没有问题 但旧党若想要纠战雀巢 那就要有另一番说法 相对于韩刚心中的毒定 苏宋则是在皱着眉 韩刚不会就这么输了吧 虽然说现在念出来的都是新党的成员 而且还有吕家问推举曾孝宽 曾孝宽推举李定这样的选票 但韩刚到现在一票都没有 还是让人忍不住为他担心 如果韩刚不是所谓的推举载府的倡议者 他遇上这样的情况 应该先行选择退出 免得结果太过难看 可这一次是实验性质的推举 韩刚作为提倡者 不可能临阵脱逃 必须第一个参与进来 若是韩刚说自己不参与其中 让别人闲来做实验 这如何说服其他人呢 而若是到了一半就退出说自己不玩了 那更是等于是戏弄了所有人 就是太后那边也保不住他 必须降找责罚 从一开始 韩刚就只能选择坚持到底 苏颂远远的望着韩刚一眼 至少此时 韩刚的神态依然沉稳 过去多次直面敌人的千军万马 谁也没有听说过韩刚有过失态的情况 眼下文德殿中的场面 对韩刚来说好像还是小了一点 这样就好 苏颂稍稍安心下来 他早已是气学中人 格物置之的道理 经由他手也多有阐发 更别说每一期的自然上 他的文章都不比韩刚要少 万一韩刚与此失败 威望大跌 心学气焰大胜 气学恐怕又要蹉跎一段时间了 只是得尽快打破这片空白 苏颂看着韩刚名下的一片雪白 又在想着 书命院直学士 吏部郎中 全群慕时 韩宗道 韩刚 看得前任参之正是韩乙之孙 韩宗之子 韩将的侄儿都选择了韩刚 让韩刚终于有了第一票 苏颂虽是有一些惊讶 但终于真正觉得安心了 虽说韩将的两个弟弟韩正韩维都没有站在新党一边 可韩宗道却是一贯与韩将同步 他的位置也是依靠韩家的声势而来 但现在他却是选择了支持韩刚 这让人不得不深思 他是不是在代表韩将表明态度呢 如果当真是这样 南北之争可就当真不是单纯的市井流言了 毕竟在新党之中 唯一一个代表北人的韩将 没有选择支持自己人 不仅仅是吕家问 李定和曾孝宽 就是汪安石张纯都向韩将那边望过去 只是首相韩将低眉顺眼 只看着手中的护板 却不跟任何人交流视线 得到韩宗道的一票之后 接下来又是吕家问和李定各得一票 前五票就得了四张 但之后接连被跳过 吕家问名字下的正字 终于可以补上最后一笔 可之前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不过韩刚还是排在第四 却是让吕家问在紧张之余 心中稍稍舒畅了一点 更加期盼着这样的优势 能够维持到最后 被吕家问远远抛在后方 韩刚接下来终于又得到了一票 全支开封府 又四郎中汉林学士省阔 韩刚 通过这一票 沈阔的立场终于可以确定 更多的人想通了之前 沈阔跳出来对一众参选者和选举者弹劾的原因 不过这样的形式作风太过于反常 一点也不像习惯直接了当的韩刚 所以疑惑也随之而生 无法确定下来 只是当人们将视线转移到韩刚脸上的时候 依然看不见他有什么反应 这不过是朝堂上的基本功 但到了此时此刻还能做到完美无缺 韩刚的定力也开始让人恨起来 尤其是下面的青绿小臣 由于事不关己 反而更想看到一些让人出乎意料的场面 比如方才的沈阔谈和 又或者更早一点的内善 或太上皇驾崩那样的场面 当然了 如蔡雀和二大王的叛乱 连皇城司亲从官和班职进尾 都鼓动起来的情况 就未免太危险了 能少一点就尽量少一点 辞职殿学士 礼部侍郎 提举大图书馆韩刚 气票 天章阁学士 又建议大府 遇使忠诚礼定 吕家问 韩刚终究还是没有脸毛随自荐 自己推荐自己 不过到现在为止 除了韩刚之外 没有一张票弃权 这是士智们的权利 若是不能好生行使 现在对不起自己 日后也难以见后辈 李定那边则没有任何顾忌 他推荐了吕家问 现在吕家问 李定和曾孝宽 就是成了一个循环 转着圈 一个推荐一个 感觉有些好笑 但站在韩刚一边的 却没有人能笑得出来 好 不对 韩刚一直 古井不波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唇角略略向上勾起 仿佛在笑 只不过看其表情 有着很明显的讽刺味道 范春仁的注意力 一直集中在韩刚的身上 他脸上的表情变化 也没有逃过范中嫣次子的双眼 从吕家问 李定和曾孝宽三个人的身上 能看得出是很明显的党争 韩刚想让太后看见的 就是这一个场面吗 范春仁想着 然后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保文革世智 又思郎中 知其中范春仁 韩刚 接受了复辟的劝告 范春仁也不知道对与不对 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 还是有些希望的 范春仁之后 又隔了曾孝宽的一票 韩刚再一次得到了推举 龙突阁世智 又建议大府 指引天府孙觉 韩刚 又是旧党 吕家问都想要笑出来了 孙觉好意 喜读春秋 著作甚多 他的学术体系自成一家 与王安石韩刚都截然不同 不去支持 以新学为根基的新党 也好理解 却选择了讲究格物置之 对所有精益都抱着疑问的韩刚 旧党彻底倒向韩刚的苗头 也越来越明显了 或许下一面旧党赤智 就是姓韩明刚 旧党越多的支持韩刚 新党成员就越不可能 投他的票 韩刚这一回失败之后 下一次推举 参之正事 也会跟今天的情况一样 难道要让太后将所有市制以上官 都平定了新党旧党之后 再来举行停推吗 那也要王安石答应才是啊 到了如今 王安石是绝对不可能允许 他毕生的工业受到半点威胁 韩刚若是另立置婚 投效了旧党 一直都犹豫不定的他的岳父 也就能有一个决断 宣读过来的选票 接近了二十张 韩刚名下的政子还未圆满 与李定和曾孝宽相同 只有吕家问最多 但也没有将其余三人抛开太远 四个人现在的票数 还是成胶着状态 王中正的一个重音让韩刚得到了第五票 也让吕家问的脸色为之一变 曾孝宽和李定一时间都是难以置信 李成之竟然选择支持韩刚 李成之可是新党的一份子 而且是绝对的中间 免疫法的提出者之一 变法之初就是参与者 在新党中与张纯的交情极好 当初将张纯见到王安市面前的 他是其中一人 要不是在三司使任上犯了错 被将官出外 眼下必然也是宰府之位的争夺者之一 曾孝宽知道韩刚与李成之有交情在 可新党的几位核心 谁与李成之没有交情呢 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是北人 但接下来又是一票支持韩刚 却是标准的男人 而且是旧党 保文革世智 又四郎中李成 韩刚 李成是王安石的老朋友 却因为变法之事与王安石分道扬镳 多年在外任官 最近刚从淮西提点行育任上 上任满回京 本是要转任 却因病留在京城 一时间没有出去 眼下正好在殿上 也拿到了一张选票 南北分立新旧党争 并不可能截然两分 北人可以投向新党 男人也可以投向旧党 不过投向吕家问 李定和曾孝宽三人的选票 其投票人的籍贯 却微妙的显得过于偏靠南方 福建 福建 江东 开封福建 江西 物如今 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党同伐仪 向太后的笑声 让身边的杨姐毛骨悚然 在太后的手中拿着一份名单 在每个人的姓名之后 是那位官员的籍贯 一眼望过去 基本上全都是南方人 北人寥寥可数 新党旧党有时候难以分辨 除了那些旗帜分明的两党核心人物 剩下的很多人 都是谁在台上便支持谁 不过籍贯就无法作伪了 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新党多男人 旧党多北人 这是世所共知 韩刚的支持者虽然少 但却遍及南北 而其余三人的支持者加起来 却都集中在南方 只有一二例外 就算看个几十遍 资质通鉴上的牛里党征 也没有眼前的活距更加直观 何况向太后 根本就不去看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尽管最近刚刚又呈上一部 分心写好的篇章 不过 既然物已经答应了 就这么办下去吧 看多了 也就知道了 向太后冷笑着说 龙突阁知学室 思勋郎中 叛江作奸 王一柔 吕家问 当年王一柔参与了 苏训亲的 晋奏院慈神会 席上有 罪卧北极 浅地福 周公孔子 屈为奴一句 使得范中烟 富弊等庆立党人 全都连累 被吕一简 一网打尽 庆立新政 也因此 不得不宣告失败 之后 王一柔 在官场上 郁郁不得志 为奸税多年 直到王安石 推荐其 直舍人愿 方才有了起色 不过又为张方平等人 所公海 当初王一柔 唯知之告 文章被人评价是 野欧知机 虽能成福 而中非锦绣 在士林中 引以为笑谈 之后也因为 达高丽国书不公 被罢去知之告 直学士院 眼下判江作奸 乃是作文不成 改作公了 但他作为龙突阁直学士 依然握着 扎扎实实的一票 这是吕家文的第七票 让他再一次保持领先 这也是 新党三人总共获得的 第十五票 王安石望着屏风 十余年的开拓耕耘 新党的底蕴 全都在这里了 在范春仁出面 支持韩刚之后 朝堂上参与的旧党 彻底倒向韩刚 原本以为 他们不会选择任何人 或者干脆 推举出一名旧党中人参选 不过在最坏的打算中 也预计到了 所有不能确认 去向的选票 都改为支持韩刚 可即便 韩刚能够自己 投自己一票 新党的优势 依然是在 他的三倍以上 现在就有十五票 之后还会更多 如果新党的选票 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算韩宗道和李承之 依然判理 照样能让韩刚 扫得没脸 接受太后的任命 可是 谁也不敢让新党众人 一起来支持自己 就是吕嘉问 也不敢出面 联络个七八票 便安分下来了 那是自杀 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算是宰府 也不当获得太半重臣的支持 若当真如此人妄 当着太后的面 结党的帽子 戴上了就脱不掉了 党同伐疑四个字 没人认为太后 不会写 不会念 尽管如今 新旧党征 是很明白的一件事 要么站在新党一方 要么就是旧党一方 想站在中间 必须不起眼 学王存那样 多年躲在管阁中 整理书籍 而且之前流言 已经传遍了京城之中 让人以为停推之上 会南北之争再起 但现在选票三分 尽管一众新党成员的身份 依然不变 但票数的去向 却是四分五裂 这样给人的感觉 就会缓和了许多 只是韩宗道选择 支持韩刚 让人觉得意外 而李承之的选择 更让王安石难以理解 他的一票 谁也没有想到 会落到韩刚的身上 这两票的去向 让人觉得 新旧党争 或许未现 但南北之争 倒是确确实实的出现了 尽管王安石因为不喜选举 没有插手 但可以想象得到 以李承之和韩宗道 两人的身份 李定或是吕家问 绝不会忘掉 他们手中的选票 理应事先说定了才是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王安石的疑惑中 李定又多了一票 向台后看了看屏风 又低头看看手上的名单 忽然问道 男人不可为相 太祖是不是说过这句话 杨简怂然一惊 却不敢耽搁 只听寇来公如此说 只是真宗之后南北并用 历任相公 皆是大宋忠臣 杨简越说声越小 因为向台后正扭头盯着他 太后的眼底 看不出有什么样的情绪 杨简浑身冒着虚汗 小腿肚子抖得快要抽筋 顶得杨简额头上的黄豆大的汗珠 扑朔朔的就要落下 向台后终于点了点头 知过能改 你很好 得了太后的称赞 杨简暗暗虚了口气 在袖口上将手心的冷汗擦干 这一次的赌博总算是赌对了 转头就看见屏风前拿笔的小黄门 在曾孝宽的名下将正字补上了最后一画 不经意间又是一票被唱出 这是曾孝宽的第五票 还剩多少张票 杨简连忙开始扳起手指 除去载府之外 有投票权的市制及市制以上的重臣 总数是27人 而现在的屏风之上 吕家问是一个正字 带一横一竖 韩刚则是正下多一横 而李定和曾孝宽 就都只有一个正字 另外还有一张气票是韩刚投的 吕七 韩六 李武 曾武 加上韩刚的气票 业已开出的选票总计24张 也就是说只剩下三票了 杨简望着王中正 之前在他面前堆成两堆的选票折子 都已经到了底 只剩下薄薄的三本 而王中正已经在其中又拿起了一本 只剩三票了 韩刚的选票还能增加吗 杨简记不得还有谁的票没有宣读了 依照之前的情况 很难说韩刚能否得到他的第七票 他最后的得票数 很有可能也就是现在的六张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10012集 欢迎继续收听《载之天下》10013集 点字幕提供